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回到我們的問答環節 身邊嘉賓仍然有預財政圈 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阮梓希 Herry 你好 你好 再和大家看看大事方面 都見到升幅越來越收窄 現在升24點 報24,848點 至於國企指數升29點 報12,214點 大事成交到528億 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吳小姐 吳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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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5號匯豐和135均崑 本身有沒有拿著貨 崑崑坐了艇 10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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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 本身本業未有起色 我就不建議放這麼重貨 因為其實風險平衡上面 很難控制 因為很難估油價怎麼走 是 所以現階段 我見油價有機會反彈 但你待一等那些位置 現在你這麼重貨的話 你自己的心裏都不是那麼舒服 是 好 希望幫到你 多謝你的耐電 跟大家看看盛國燃氣版法的表現 新澳燃氣升超過6% 埋近7% 昆仁令縣暫時升幅收窄了很多 比今早來說升不超過1% 而中國燃氣升超過7% 華韻燃氣升5% 而港華燃氣升7% 再聽聽夏偉家庭觀眾朱小姐的電話 朱小姐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1766 中國藍車的 什麼時候買入?有沒有拿著貨的? 有 9.76買的 9.76買入 看前景吧 1766 會不會有機會升?會跌到多少?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我只想問會跌到多少? 會不會升? 我希望看看能否回到家鄉價錢 1766 中國藍車部在9.69 今日跌超過3% 有沒有機會回到9.76買的位置? 兩會都快要展開了 會不會有關的板塊 可以再次有刺激? 因為下午跌了幾% 早上都沒有什麼 但我覺得未來兩會都會講一下基建 因為有財政效應 原本大家說的是一帶一路 所以中國藍車來說 不需要太擔心 我都陪你一起坐 我都是9.8買 所以回到10元以上的機會都有 只不過近來需要一些比較明確的消息 又或者市場 其實真的在等它和北車合併的進展方案 搞了很久了 所以接下來 你問我跌到什麼時候? 可以跌到我去9元 但9元我就不會建議大家自洩 我覺得在那個位置可以買 所以這隻股份來說 暫時先保留它 你不如等到北車和藍車 最終合併搞定之後 股價其實應該會動得很快 也不用太擔心了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或者是幫不幫到你? 藍車和北車合併是什麼時候? 還不知道 他仍然在做一些路線 搞不同的細節 我猜它大概一兩個月後 這麼久? 是啊 所以我昨天拋出去了 是啊 如果你短炒的話 你就等近10元那些就走了 因為這隻股份你真的等 如果你用業務上計算 你等它合併之後 才股價會動得快一點 好 多謝朱小姐你的內電 希望都可以幫到你 我們都看看整個基建地路板塊 今天都看到有個回吐 看看整個板塊的表現 我們先看看 中鐵建跌超過1% 報9.33 中交建跌超過2% 報9.28 至於中國中鐵 跌2仙 報6.28 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 跌小比較 明顯跌超過3% 中國南車報9.7 中國北車報10.28 好了 謝謝Harry剛才的分析 另外還有一個電郵 也是關於同一個板塊的 1186的中鐵建 這位家庭觀眾叫Katherine 看到它在9.5的位置 就有貨在手 也想問一下 應該是怎樣定這個 只賺價 或者是只蝕價 問一下 1186 現在的造價 就是在做9.33 跌超過1% 怎樣看消息呢 股價就在衝上去 等到上面的頂部 一個目標價 大概10.24 看看兩匯的消息 我會覺得 等到兩匯中間 會有震盪的 因為它一定會說GDP 只剩下7%的增速 會跌一跌 但是中間 在政策上 不會發佈個細則 兩匯要明白 它發佈個方向 看看方向的延遲 或者內容上 會不會是 對於基建方面 有多一點的著墨 接下來 我也覺得 不如等一等它 等它兩匯中 說了什麼 既然明天已經開了 所以 上面看 如果你說有指賺價的話 看看它是10.4 謝謝Herry的分析 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就先來到這裡 剛才說的股份 有哪一隻是有持有的? 藍色是有的 謝謝 我們休息一會 轉回來有其他情況環節